马斯克调侃巴菲特买特斯拉公司股票吧 10月19日消息 和斯特斯首席执行官埃隆最近发文 调侃有股神美誉的知名投资人沃伦比他穷 马斯克暗示 如果巴菲特想在财富数量方面赶上他 就应该购买特斯拉股票 巴菲特在当年的伯克希尔哈萨维 年度股东大会上为经济护城河的概念进行了辩护 相比之下 巴菲特表示 他不会在汽车行业与马斯克竞争